大家好我是冰飞 前段时间我给大家出了小米手环具有应用的详细分享 帮助到蛮多的小伙伴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非常离谱的一个东西 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效果 我记了记了 还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效果够离谱 而且得益于这代手环硬件系统都还不错 不管是动态表环的效果还是游戏的流畅度都已经遥遥领先 那么你们懂的 点赞 投币 收藏 我们开始教程 还是非常简单 我们直接用米糖官方的APP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教程 还是非常简单 我们是直接使用的米糖官方的APP 也就是表盘自定义工具 目前的版本是5.2.18 然后这个版本是支持小米手环9的 然后这个APP我也会直接分享给大家 如果是新手的话 我们直接去到米糖的官网 然后在这边选择注册一下自己的账号 在个人中心这一块 我目前的话是注册过了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注册一下 注册好了之后 授权米糖登录 在这边有一个适用捐赠者的功能 然后大家可以先点一下 然后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教程 比如我们需要下载植物大胆僵尸的话 我们点击它 然后去到小米运动健康 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设备 然后到这里 我的 然后点击关于 然后点击小米运动健康 把这个LG迁移一下 迁移到这个位置 这个我们不需要管 我们直接点确认就行了 这里我们插入一个新用户 可能需要进行的操作 也是有好多人问我的一个操作 然后大家那个蓝牙一键安装 可能会有人会需要在这里会跳一个文件搜索 它是没有办法使用当前文件夹的 新用户在使用蓝牙一键安装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咱们这个使用这个文件夹 一般来说我们是直接新建一个小米手环 但是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使用这个Suku 然后我告诉大家怎么使用 我们先到设置里面 然后找到通知与状态栏 我们把通知样式改成原生的样式 好 我们这个时候再去开发者选项里面 把USB调试安全设置打开 然后开启这个无线的调试 然后我们切到后台 找到我们下载的Suku 打开它 然后选择配对 然后我们直接进去开发者选项里面 然后这里无线调试打开 然后我们这里输入六位的一个配对码 671933拉下来 这里我们点击671933确定 OK配对成功 可以使用Suku服务了 我们回到Suku 然后回到这个启动 我们点击启动 始终允许 OK这里我们就完全启动成功了 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是否允许 表旁自定工具使用Suku 我们点击始终允许就行了 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这个之前有很多人问我 然后这里统一 大家都按这个步骤来就行了 然后Suku目前的这个版本 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去自定人链接里面下载 回到表旁自定工具 在工具这一块 我们读取一下它的key 我们开始读取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小米手环8 小米S3 红米手环4 小米手环9 小米手环S3 它这些数据 我们直接点一下复制 复制到小米手环9的这个数据 就是它的密钥 然后我们返回 然后选择这个植物档案僵尸 点击下载 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已经试用了捐赠者的功能 我们直接选择蓝牙一键安装就行了 这个是最快最方便的 好 这里它会推一个连接失败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在设置这里 系统操作 连接新手机 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查找设备 它会出来一个小米手环9 然后我们点击连接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输入一下刚才的key 一般来说输入法 它会有一个剪切板的记录 我们输入一下刚才的那个记录 因为它刚才会自动复制一个路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授权 这里提示连接成功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安装 整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好 安装完成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手环上 直接游玩这个植物大山僵尸了 整体是非常流畅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表盘的安装 表盘的安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这里已经连接过了 所以我们直接就不需要操作其他的内容了 我们直接找一个我们想要安装的表盘 比如说这个卡西欧的动态表盘 我们下载蓝牙键安装 然后开始安装 然后就好了 然后这就是它的一个表盘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大家可以学起来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功能 你会经常用到的话 你可以去这边捐赠开发者 它就只需要捐赠10块钱就行了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值得的 毕竟从小米手环7 小米手环8 到小米手环9 它都可以使用 然后具体的一个捐赠的流程 然后捐赠完成之后 怎么去提交这个信息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边 它就是支付宝或者微信 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捐赠10块钱 然后复制这个交易流水号 点击这里 然后直接粘贴就行了 非常简单 10块钱还可以 当然小米手环8pro 它也是可以支持植物大胆僵尸的 不过我们需要在米堂这里 自己去回复一下 然后下载文件 回复帖子 然后去把这个文件给下载下来 下载 继续下载 分享给我的手机 重新查查设备 把授权中 然后一样的 我们需要在这里点一下系统操作连接新的手机 重新查查设备 8pro收拳 然后应该是要key 成功 选择文件 系统下载 这个正在安装中 安装完成 这就是植物大张僵尸了 而且是宽屏榜榜 这个体验是真的非常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游玩了 好 我们就可以直接看一下 哎呦 先来一排 扎它一下 这触摸还是有点不太灵敏的 其实可以耍 耍不了来皮了 还是很有意思的 都学会了不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来吧展示 看这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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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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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好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流伤度 跟之前相比是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怎么样 小费手滑球这个效果 不管是动态表盘还是游戏小程序 游戏表盘都是非常给力的 虽然本次外表上面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我们实际的体验是可以提升非常多的 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玩机上面 在日常的体验里面也是可以有明显的察觉 这点属于是硬件升级的功能 还是挺不错的 关于其他方面的内容 大家还是有需要就留言吧 咱们的教程还是非常简单全面的 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 小米手滑9的玩机 本期视频主要比较多的介绍它的功能 已经买了的用户也可以来讲讲你们的体验 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 我是冰飞 记得点赞收藏 那我们玩下期视频 再见